近日,致敬经典又见《神雕侠侣》,李若彤见面会在浙江恒电影视城秦王宫景区举行。 当天,身穿白色长裙的李若彤显得娇俏可人,一现身便引得现场粉丝和游客们欢呼不断。 据了解,李若彤曾是空姐出身,而后进入演艺圈,1995年首次主演电视剧,因在《神雕侠侣》里饰演小龙女一角而被观众熟悉。 李若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他非常感谢金庸先生赋予自己小龙女这个角色,但是,其实他和小龙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,生活中的他很爱笑,很活泼,当年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,也一直被提醒,说话要慢一点。 小龙女这个角色,他是很冷酷,然后讲话又很慢,可是我平常讲话特别快,然后我要强迫自己,讲话要慢一点,然后笑容也不要那么大。 我拍之前也还故意去跳中国舞,就是那个身段要走得好看一点,然后又经常提醒自己,然后因为那个角色比较不爱讲话,比较沉浸的。 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,我永远不拍戏,不拍摄的时候,在休息的时候,我也是要把自己放到在,保持在那个情绪当中,所以经常就很安静地坐在这等。 据悉,1996年,李若彤还接拍了另一部金庸武侠剧《天龙八部》,在剧中饰演王宇燕一角,也是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李若彤表示,小龙女和王宇燕这两个角色有很大的区别,一个比较冷酷,一个比较软萌,但是这两个角色他都非常喜欢。 我觉得金庸武侠先生他是很厉害,他会把小龙女跟王宇燕两个写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,可是都是大家都喜爱的女生的角色,一个是小龙女是比较冷酷,可是王宇燕是一种软软的,萌萌的,你会很喜欢的,也是让人家很喜爱的。 然后他们两个性格都是为了爱情,也会把自己牺牲奉献一切的人,都是很可爱的人物,现在我两个都喜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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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